吳姓穎跟這個柯文哲爭議真的很多 看到這個畫面 觀眾朋友 在恆春的西門 天啊 我看到海角七號的電影 居然跟你有看到那個電影嗎 我知道 海角七號 在這個古蹟裡面 一開始載著模特兒 那個田中千輝下車過不去 就是西門啊 就是代表這個西門 它那旁邊有 鏡頭再拉出來 它旁邊有寫一個限高兩公尺 所以這個宣傳車怎麼會進去就把它卡住呢 你知道後來怎麼退出來了嗎 把車子敲一敲嗎 不是 把輪胎放棄 把輪胎的氣放掉 它降下來後再把它退出來 但是 觀眾朋友 真的是不是卡到了 卡到了對不對 來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已經涉嫌違反文資法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保護的一個恆春的西門 傷到古城牆了 觀眾朋友有去恆春去看 它旁邊真的就在這個 鏡頭再往左邊大概一公尺的地方 有寫一個限高兩公尺 所以呢 你的這個宣傳車 不可以這樣壞車去跑 隔壁去去你就會卡在裡面